安安呀 DST在7月28号进行了沃尔夫缸、武迪和苦爱的技能树更新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介绍苦爱和他的技能树 因为苦爱的技能树会牵涉到一些新版农田的知识 需要的话大家也可以在下方资讯栏找到农田相关的影片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苦爱是一只需要解锁的角色 除了可以直接从商店购买含苦爱角色的组合包来解锁外 也可以用2700的线轴来编织 还有就是购买单机版Don't Stop的DLC Hamlet 也会送苦爱的DST角色 苦爱的三维是标准的 血量150、宝石度150、理智200 三维正常的角色原来还不少 苦爱是一颗获得生命的植物 它的特性是无法被食物本身的血量增减效果影响 例如怪物肉的扣血、饺子的回血等 但它可以透过雷根堂、梦魇派这种食物的特殊效果来影响 苦爱要回血的话通常必须要用食物以外的东西 像是各种药膏、蝙蝠棍、睡觉、或是找一个沃塔克斯的队友 除此之外,苦爱还可以帮自己施肥来回血 回血量可以看画面上的表格 堆肥累得需要一点点时间回血 像是雷根堂那样 所以用腐烂物之类的回血 要稍微等它几秒 不然会很浪费 而含有生长激素的肥料则会触发苦爱开花 关于开花的部分我们等等再一并介绍 苦爱将各种植物都当作它的朋友 所以当它种下植物的时候 每颗可以恢复食的理智 包含各种树种、各种浆果虫、各种种子 草、树、枝、荆棘、葱、石头果、焦果虫、蘑菇农场等 但当苦爱伤害植物的时候就会扣舞的理智 包含砍岛树、木、挖树桩、拔花、蚕草、树枝 各种浆果虫、胶果虫、石头果、荆棘虫、农场作物等等 不会扣理智的只有烧毁各种植物 采收地上的胡萝卜 采收各种植物作物 顺带一提 拿悬风杖丢巨大作物会让苦爱的理智直接喷掉 其他植物朋友还有石人花 石人花的眼球草会对苦爱保持中立 还有海豆芽 苦爱能够直接采收海豆芽 不需要等它睡觉和用剃刀 苦爱有一个很容易和小鱼人搞混的特性 就是不会因为湿度或装备潮湿的物品而降理智 但还是会导致角色的最低温度降低 会很容易冻伤 而且潮湿武器还是会鼓溜 最后是一个比较小的副效果 苦爱承受的烧伤和烫伤伤害 会比一般角色高25% 燃烧的持续时间比其他角色多一秒 接下来我们进到头很痛环节 开花状态 苦爱在春天或受到生长激素施肥时 会开始进入开花状态 包含预设没有开花的话 苦爱一共有四种状态 开花状态通常可以从苦爱的外观上看出来 在帮苦爱换造型的时候 我们可以透过左上角这个图标 去看到不同阶段的苦爱 从预设状态 阶段一 阶段二 到盛开阶段 在预设状态下 进入春天或用生长激素施肥 就会马上进入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会维持480秒 也就是游戏中的一天 一天后进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同样维持一天 然后进入盛开阶段 开花会增加苦爱的保时度消耗速度 但同时会增加移动速度 阶段一 保时度消耗速度加6% 移动速度加6% 阶段二各加13% 盛开阶段各加20% 盛开阶段的苦爱在走路时 会有掉落花瓣的特效 这些花瓣只是特效 不会产生食物 春天和盛开阶段的苦爱 对蜜蜂的吸引力高于普通花 容易有一堆蜜蜂贴在苦爱旁边 但红色蜜蜂和沙人蜂 不会主动攻击开花状态的苦爱 除非苦爱主动攻击 盛开时产生的花粉 有让苦爱周围一格地皮半径内的作物 自动完成讲话的效果 最后是盛开的花朵 可以让苦爱自带60的过热抗性 盛开阶段预设可以维持三天 三天后回到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同样再维持一天 然后回到第一阶段 第一阶段也会在一天后回到无开花阶段 但是头痛的地方要来了 不同季节会影响苦爱盛开和闭合的速度 盛开速度在秋季和夏季 为预设的一倍数 冬季为0.75倍数 也就是需要额外33%的时间才能进入下一个阶段 春季则为1.5倍数 也就是会比预设快33%时间进到下一个阶段 闭合的速度和开花的速度不同 虽然秋季和夏季同样是预设一倍数 但冬季闭合的速度是2倍 也就是开花时间只能够维持原本的一半 从阶段2下降到阶段1 阶段1降回预设的速度也会是原本的2倍 而春季不会扣除开花时间 要直到离开春季才会开始扣 那么刚刚就一直有提到 苦爱只要施肥生长激素就能强制开花一次 也就是在夏秋施肥后 就可以有1,2阶段各一天 盛开阶段三天 但是我们也可以继续增加生长激素 来增加开花的速度 公式大概会像这样 撇除季节造成的加速减速 生长激素的影响是 刚开始多加一些可以有效的提升速度 但加到后面效果会越来越少 因为是公式而不是一个固定的数值 所以我们比较难和大家解释要加多少 而当苦爱达到盛开阶段 再给它施肥 则可以增加开花维持的时间 预设是3天 最高可以累积到5天 冬天可以累积的量是相同的 但扣除时间的速度会双倍 增加的时间量会等于生长激素的量乘以7.5秒 生长激素的量可以从肥料图件上看 方块的是生长激素 一个箭头是8 可以增加1分钟 两个箭头16 可以增加2分钟 四个箭头32 可以增加4分钟 但如果我们在苦爱从盛开阶段 回到第二阶段的时候 再补生长激素 苦爱又能再得到一个3天的盛开阶段 在梦夜裂缝更新后 磷酸雨也可以增加苦爱的生长激素量 增加量的公式在这集的资料页面上有 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 这对我来说太难了 除了刚刚提到的 开花可以自动让周围的作物开心以外 苦爱还有不少和新版农田相关的能力 首先 苦爱可以直接将种子种在自然地皮上 不一定要耕地基耕田 也不需要用锄头来翻土 但不在农地上的作物法得到肥料 肥料压力会全部累积 再来是不需要任何圆钉帽就可以检查作物的压力来源 并且平常和植物讲话的速度较快 有苦爱种植的农田作物 还没采收时的保值期会比一般角色长50% 一般角色种出来的普通作物会在4天后腐烂 巨大作物6天 而苦爱的普通作物可以撑到6天 巨大作物则为9天 最后是刺针玄花和烈火巡麻 不会对苦爱发动攻击 接下来是苦爱的专属制作栏 首先是完全正常的活木 俗称砍手收 用20滴血来换一根活木 在5敌技能数更新之前的主要活木来源之一 再来 荆棘护甲普通减伤80%耐久度525 可以避免灾彩仙人掌 荆棘虫和玫瑰石受到的伤害 穿着者受到伤害时 会对周围一格地皮半斤内的所有生物 造成约22到23的伤害 而且这次更新后 荆棘甲的反伤不会再破坏墙壁 下一个 肥料包 给苦爱施肥可以恢复共40的血量 因为还有生长激素 所以苦爱用了之后会进入开花第一阶段 给农田施肥可以提供三种不同的营养素 最后是荆棘陷阱 耐久食刺 类似狗牙陷阱 可以设置在地上 在被生物踩到时会弹起 对周围一格地皮半斤范围内的生物造成市值的伤害 而且这次更新后 不会再伤害范围内的玩家和围墙 当陷阱弹起后 玩家需要去手动重置他们 就像狗牙陷阱一样 以上 是开花数学让我头好痛的 苦爱角色介绍 接下来是这次更新的技能术 正中央的 种子侦探 能够辨识刚种下去的种子是什么作物 左边第一格 合成树枝苗 学会如何制作月导树枝苗 接下来是合成浆果虫 可以做出圆形核三叶浆果虫 上面的是合成多枝浆果 左边的是合成猴尾草 最后一个是合成食人花 虽然材料都不便宜 但建筑系玩家应该会很喜欢 左上第一个 蘑菇精通 减少蘑菇农场生长所需时间 从等级1到等级2 分别减少所需时间10% 20% 右边这个 催吐糖浆 虽然我查了原文是指催吐剂之类的东西 但学习制作的这个东西 会使吃下它的 猪人 猪人首位 封猪或牛牛 每3秒生成1个粪便并扣5的血量 共会生成15个便便 在此期间会陷入惶恐到处乱跑 可以白打它们 它是素食 使用会有大概加9的保时度 扣20血的效果 往上一个 蘑菇倍增 在蘑菇农场种下蘑菇 等同于蘑菇包子的效果 以防有人不知道 蘑菇包子种的蘑菇农场 最大产量会从4个变成6个 长到最大时 会有50%掉落一个包子 最上面的 月蘑菇云雾 苦爱吃下月蘑菇 会在脚下生成一团睡眠包子云 效果和瞌睡麻袋 应该是完全一样的 点了这个之后 还可以在蘑菇农场里面种月蘑菇 再来是幼中 农场工人 提升开花时 可以让作物开心的范围 从原本的4个10强半径 提升到6个10强半径 上面一个 施肥心得 替自己施肥的速度变得更快 左边这个 昆虫之友 无论是否有开花 红色蜜蜂和沙人蜂 都不会把苦爱当作攻击目标 除非被苦爱主动攻击 靠近沙人蜂巢时 沙人蜂不会主动出来 除非蜂巢受到攻击 采收蜂箱的时候 不会被蜂箱里的蜜蜂攻击 蝴蝶和月娥不会逃离苦爱 右上这一个 荆棘陷阱专家 开花时 可以自动重置附近的荆棘陷阱 每个陷阱有3秒的重置CD 有消距离等同于苦爱能让作物开心的距离 所以点到这个技能的话 通常是6格地皮半径的距离 最上面的 荆棘护甲专家 苦爱穿着荆棘甲时 如果连续攻击3次没有被打到 第三下攻击就会触发荆棘甲的AOE反伤 再来是右下 爆发生长 让开花前的阶段时间更短 预设为每个阶段一天 等级10.9天 等级20.75天 上面这一个 遮阳植被 开花时的抗热效果 从60提升到180 右下这一个 花莉四射 开花状态的预设持续时间 从3天升至4.5天 开花持续的时间最大累积上限 从5天升到7.5天 不会影响用生长激素提升的时间量 只会影响累积的上限 最后一个 光合作用 开花状态下 在附近有太阳光的时候 会以每20秒加1的速度回系 能光合作用的距离等同于 苦爱能让作物开心的距离 所以会被 有没有点农场工人的效果影响 补充说明 太阳光包含了 地表白天 海星 光束的永恒之光 还有地底的自然光 白天黄昏皆可 对 就是地表只有白天的阳光可以回 但是到地底 就有白天黄昏自然光都可以回 接下来是左上 打赢月王 并学习5个左半边的技能解锁 第一个 胡萝卜便萝卜薯 用胡萝卜和血量制作 维持3天 会跟随制作者 并主动捡起附近地上的食物给它 上限4只 3天后便回胡萝卜 左边 萤光果变光果虫 用萤光果和血量制作 维持2.5天 期间 光果虫会绕着制作者赚 上限6只 2.5天后便回光果 右边 火龙果变火龙果 用火龙果和血量制作 维持2天 期间会跟随制作者并帮忙打架 血量400 伤害40 不会变红 有每2.5秒回5滴血的能力 上限2只 2天后会变回火龙果 右上 打赢月王 并学习5个右半边的技能解锁 启蒙守护者 使月影系列的装备得到特殊效果 等级1 当敌人攻击穿着月影盔甲的苦爱时 会被藤蔓定身5秒并受到10的伤害 等级2 使用月影近战武器或工具攻击时 有20%的几率召唤一个小藤蔓 一起攻击敌人 小藤蔓攻击会造成70的普通伤害 和15的传刺伤害 攻击完后消失 只要有点任何打赢月王后解锁的技能 就会有对暗影生物造成伤害加10% 承受启蒙生物伤害减10%的效果 那么以上 就是苦爱角色介绍和技能数更新 可能是因为苦爱的宝石来自月亮 所以它直接被归类为启蒙阵营 官方说未来也会有 只有暗影阵营可选的角色 想要关注更多 Don't Stop It Click的资讯 不妨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也欢迎加入会员支持我们 感谢各位 またねー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